回到3月25日香港的時間 3月25日的香港武格仔 現在是夜長的時間 夜長的時間後面就是尖沙咀 再遠一點你會看到獅子山 不過太晚了 而且太多雲霧 現在香港來講也是3月份 3月份也是一個春天 現在3月尾開始就黃梅天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有台胡思頻道的話 他都講過很多次了 香港的春天香港的潮濕 是延遲了一個月的 一個月啊 太誇張了 所以現在 所以為什麼呢 原本沒有人理會 林超英 現在他的重要性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 林超英是不是 胡思的上司 其實一陣子 應該有吧 就是看回那個年紀 前台長和前科學主任 前科學主任 都是科學家 林超英 這個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你今時今日 還是做一些記者會出來 還是出來 反駁現在政府 那些大工程啊 大規劃啊 這些大茶飯 其實現在越來越不容易 林超英一直都被人恥笑 是一件環保膠 環保膠啊 是啊 37度的天氣都仍然勸人 不要開冷氣 用自然風睡覺 現在37度呢 是不是他現在開始有一個 叫做極端天氣的警告 是 35號又有 只要超過35度 那他就會有個極端天氣警告 是的 但是 原因就是說 你如果計算 現在香港的 那個 酷熱的日子呢 超過35度的時間 就真的越來越高 那如果大家 沒有這種警告的話 那你很多在戶外工作 那些什麼地盤佬啊 又或者是那些 擺街站的 銷售員就會很慘 那你怎麼都要給他們一個 保障 這就是叫做極端酷熱天氣的提示 嗯 只要天文台預測到 氣溫達到35度或以上 就會即時發出的 那麼 35度呢 那我們 不要說35度 我們40度 體感溫度 都走過藍蛇尖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那個狀況是什麼呢 是那個環境式 我們體感溫度40度 但是呢 天文台講的那個 香港全港平均溫度 那時候是312度 是啊 啊 啊 張神就說 珍惜畫面裡面的海港 很快就會填海 逐一點填海 啊 啊 就是三年就填三公頃 啊 啊 這個呢 你看看會怎樣 就是這樣 遲些呢 就是 我們經常說 現在跟共產黨鬥長命 跟政權鬥長命 誰可以笑到最後 誰就是贏家 歷史就是這樣 但是呢 這個過程就會很痛苦 因為 就算不是打仗 其實你有權力那一方 其實你每天你有權力 就是權力這件事 就是如其作廢的嘛 嗯 就是 你在你自己有權力的時候 你可以胡作非為 啊 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 我們剛才原本都想說的 就是現在那個 明日戴嶼計劃 喂 大哥 你現在香港 很多的發展的土地 你都說要做地啊 是不是 做地呢 你不僅是一個項目 兩個項目 很多項目 前一兩個月已經說張君澳 甚至有人說 曾高雲 不是就是填海 我上一節不是說填海 現在都會譯了 然後呢 就更加本土研究社 就看那份報告 懷疑就是 有小型的核發電 就會在填海區的那裏走出來 這件事很大機會 會影響到民居的 核發電 上兩個月呢 是有這樣的傳聞走了出來 現在政府就不作澄清 總之就不回應 任何有關技術性的問題 或者規劃上面的事情 他們說不落實就不說 嗯 現在是這樣的 就是你學不學 學大陸那種 就是黑相作業無行施政 就算現在有這些諮詢的話 其實都是非常之形式化 好像很簡單 就是你現在你今天 就是說那個 就是 現在搞那個 就是 人工島 明日大嶼人工島的諮詢 原來現在還有諮詢的 這件事都 去到月底的 我是第一天以為便宜了 是的 去到31日結束 這個諮詢 其實現在正正就是有個諮詢 在那裏 你現在 不同的派對 其實都沒有不同的派對 其實都沒有什麼派對 其實都沒有什麼派對 但是 Anyway 今天就是綠色和平 就是跟林超英他們 搞了一個記者會 問很多問題 就著六大範疇 問了二十個問題出來 問二十個質疑出來 包括造價 財務 政策 規劃 工程 氣候和極端天氣 六個方面 就提出二十項質疑出來 我都知道 這個時候 大家準備睡覺的時候 去接收這些事情 也不太容易 但Anyway 希望大家的眼粉 都聽回之後 主要 就是現在問你的問題 我想 就算你不理環保 你覺得這些事情太長遠了 我沒有所謂的 就算你現在的水位如何升 如何淹沒人工 我都沒有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說經濟上面 你現在經常和他們強調 經濟效益 現在最大的質疑 就是你倒這六千多億出去 其實現在的數字 是向下修訂了 2019年的時候 第一次提出是六千二百四十億 去年12月的時候 就是下降到一五千七百八十億 數字又變小了 現在可能是說 薪金不會平到 可能是建財 但是這些令人很難騙到 真的是專業人士 像潘卓雄那些 督眼督鼻的潘卓雄 那時候踢爆了沙中線 就在那裏剪幹筋 現在就說 他都蠻好事 現在潘卓雄 聯同綠色和平 和林超英 一起搞記者會 就問你這個問題 他就說 喂 我就覺得 現在你政府是報細數 整個工程造價 以他這樣計 他說應該是高達10453億 嘩 這麼聰明的數字 你都算得到 你都不是正數 那他都應該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應該就是根據 你政府給出來的那幅地圖 逐項去築 逐項去築 他就說 根據他的股選 路政和土木工程的造價指數 已經上升了23% 哦 那如果你覺得是上升23% 那你就照計 那不是政府提出的15% 他說政府的股價 為什麼是不升反跌 你現在的工程造價 路政和土木工程的造價指數 這就叫做大話怕計數了 你那個造價指數上升了23% 為什麼你現在報出來就是15% 但是最後你的股價 為什麼是不升反跌 怎樣跌 怎樣跌回來 沒有的 沒有解釋 那麼他又說 政府第二次股價 就剔除了部分的工程項目 就是其實 又將一些數 就塑賣在地毯底 這些技量 之前玩這個簡易公屋的時候 都玩過了 斬檢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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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現在他說剔除了什麼項目 剔除了 不算下來 但是將來 你後加撥款 追加撥款 他最後是追回的 譬如那些什麼 P1公路 在欣澳至大豪 去到欣澳小豪灣大豪 和屯門東 屯海一帶 你剔除了這些工程項目 變成你的造價就降低了 以前朱凱迪當選之後 他經常都批評的就是 你政府一直以來都玩這些事情 大家就把數字計算得很便宜 令到一些對數字 不是那麼敏感的議員 就覺得這件事可以促進就業 就趕快通過 通過完之後 才發現後面原來有很多不同的追加撥款 拿了下來 例如李卓人何俊仁 我記得以前他說 拆天星皇后碼頭 重新建過不同的碼頭 那時候說數字不對 最終他們可以做的是什麼 就是向市民道歉 道歉而已 道歉而已 ICAC都不會開檔案 當然 當年的民主派 他們支持完 然後發覺出事 他們也只能這樣做 因為他們不懂 最好你不懂 最好跟你搞一些吹風會 又跟你搭一下肩膀 大家就談好他 現在除了 還留在11號幹線 加上兩條總場 14.4公里的地址鐵路造隔 這個股價 潘卓雄雖然自稱不是民主派 但是他始終都是專業人士 他是做工程出身 所以這件事 令到他整個記者會 各方各面 至少是講經濟 造價那方面 其實他有發言權 林超英的說法 反而今天是 林超英最爆 他又說 你扔這麼多錢下去 他就說 你扔這麼多錢下去 他就跟你說 水平線的問題 海平線的問題 他引述聯合國 他預計未來 海平面上升的趨勢 不是說 你只是說現在的氣候上升 現在的氣候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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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烏戰爭之前 大家會合作 在2030年 就會達到碳風靜 第一 令到中國跟你配合 在行為上 第二 現在的俄烏戰爭 什麼都沒有 但是 即使沒有俄烏戰爭 即使大家 當作是你做足 但是 他說原來 海平面上升的趨勢 其實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是200至300年 即使 我們說了十幾年 應該是15年 馬爾代夫 15年前 20年之後 就會淹沒 即是九成的馬爾代夫 好像沒有 慢了 因為各種不同的理由 但是 仍然是 即馬爾代夫消失 這件事 是沒有得辯駁的 趨勢 就是沒有變的 大趨勢 是沒有變的 但是又慢了 極端天氣的變化 這是事實 香港已經有 大陸更加多 大陸的洪災 過去兩年 尤其是河南 出現長江洪災 令河南 鄭州人 真的很慘 這些對香港人來說 都比較遠 或者這樣說 香港人自己本身承受 例如我們離開香港之前 都感受到一件事 第一 就是乾旱的天氣 是長了 但是 不是雨量減少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反而是 突擊豪雨 即是說 一口氣幾個小時 落到黑雨 的頻率 是越變越高 其實不僅止香港 英國也是 英國我們現在 日子熱的天氣又多了 起碼多了一個星期 即是去年計 如果你說再多一個星期 就沒辦法了 一定要想一下 買冷氣 這裏真的很嚴重 這裏不流行的 好了 剛剛有 Wesley 加了懲罰機制 一超之 就把所有相關人士設計 你鬥他不過 他會找太監來幫你做 共產黨沒什麼做不出 其一 其二 就是今時今日 那班這樣的議員 都沒有J 所以 林超英說 200年到300年 這是聯合國說的 聯合國是怎樣 中國有份的 甚至乎上千年 政府跟我們說 發展局 那個女人叫什麼名 那個局長 令漢浩 他跟我們說 信我們 其實我們會一直起 一直都有方案 解決水位上升的問題 交給那些工程師 他現在問 你有沒有搞錯 你氣候的問題 你又愛何 他來管理內行 你為什麼不找那些氣候專家去研究 你為什麼交給工程師 工程師 都是跟你做生意 說真的 他有什麼道德的責任 幫你搞定他 他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你這樣做 我們扔成 我Anyway 我當你6千億 5千億 都好 你這樣扔這麼多錢 那就搞一個 會浸死自己的一個 叫什麼 叫道賊之地 他就說 你現在 你怎樣建海堤 海牆去防範都好 最後那些水都會染下來 為什麼要在維港中心 要搞一個這樣的地方 是有工程解決又怎樣 但是為什麼你偏偏要搬去一個 道賊如無的地方 等於是 第一 就是很貴 金貴的情況下 然後你不斷加高海堤的時候 那是不是變成了你財政長遠的財政負擔 那還有 如果你是有水染的風險在那裡的話 你經常說賣地是會遮蓋成本 最後你這是投資來的 不是花費來的 你不要這麼短時間 但問題就是兩件事 第一 現在只是說氣候風險很高 第二 就是你香港 你說這一個是新的CBD來的 商業中心 你去賣甲級寫字樓 現在你香港的甲級寫字樓都租不出去 你憑什麼跟我們說 起完又起 你只是九龍灣那個 你只是說啟德那個 你都放棄了 那CBD 本身它是發展三個CBD 第一個就是啟德啟動九龍東計畫 第二 第二 北部都匯區 這一點就是連接中港 強化中港之間的聯繫 第三個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明日大嶼 那就是說中環那邊已經是過分湧劑 所以是需要有一個新的CBD去到 承繼回中環的那個土地價值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像你所說的 你啟動九龍東計畫都已經死了一半 而且 今時今日你問其他不同的外資 其實他們都已經撤出香港的了 你要多個CBD 你要四個CBD來做什麼呢 這個解釋不到的 那之後呢 林超英 他又說了 那你還有什麼Y型隧道 對嗎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 那個田海計劃 其實是三個島 中間就流了一條Y型的水流出來 原意就是減低熱島效應 大哥 你那三條Y型河 太窄了 很質疑你 究竟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這樣的功能 有風的話 每個島都是吃光 上游熱島的風 沒有風的話 全部在海風追向中間 繼續熱 三條水道是完全沒有用的 現在就是這樣的問題 還有你三個島 再搭橋 其實你很多的騷擾 當然是很複雜的 現在林超英就講得很詳細 但是我記得十幾年前 即是當你梁振英年代 已經提出這個計劃 因為當年是張德江走下來 跟梁振英拍拖頭 去做了一幅新的香港地圖出來 那幅香港地圖 裡面就是在這個香港島 西環 總之就是青蛙 看出去 還有這個 有高鐵搭下去 是的 還有那個大嶼山 霸王龍的口中間 無緣無故多個新的島 所有人都已經問 為何有這樣的規劃 可以沒有一個諮詢 為何只有張德江之 只有梁振英 我們不知道 然後林超英 就拿了這幅相片 就已經解釋 就是說 這個基本上就不成功 第一件事 香港九成的颱風 其實就在現在新的島 那裏硬食 你基本上這個島 能不能夠捱到兩個天甲 是捱不到的 第一 此其一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大哥 你叫那些人搬過去那裏 上班的話 你怎樣保障他們的安全 保險費用就添加了 他只是說這兩件事 特區政府一直到現在 都不夠膽回應 現在那個發展局局長 令漢豪 豪哥 不是 豪哥 豪姐 令漢豪是女人來的 雖然叫令漢豪 雖然很少女人 叫他豪 但是他真的是女人來的 他就說 我做地這麼多年 一定會有人說反對 但是你反對 是不是就不做 他意思就是 我們就不會說 你反對 你說單純和我們說撤回 我們就會不做 現在不是說做 還是不做的問題 是怎樣解決問題 如果有人批評 收到不同意的意見 要是政府 就要堅定方向 強調現在 就不是做與不做的問題 現在是要解決 怎樣做好的問題 就是不用說了 現在呢 就是林超英他們 潘卓鴻他們 給了多少理由 你回答不到也好 他就聽就照聽 他就說 他就會研究怎樣做好 不是說做不做 現在是怎樣做好 總之就是霸和硬上攻 即是我們政治陰謀論腳 這樣走去看 為什麼大家會聚焦在這個地方 而我們說北部大都會 反而是停了討論下來 我們會這樣想 今時今日 你看到香港政府要整治救勢力 施政報告 你陳茂波要整治馬匯 土地發展利益 其實是很多時候 最多聲氣出的 第一地產商 第二其實是什麼人呢 那班就是鄉下佬 侯志強 劉業強 起碼雙強 在香港的地政規劃裡面 是很多東西說 因為他們立了很多地 那麼問題就是 今時今日你建這個島 也就是告訴你 香港的土地利益 將會集中在這個架空的地方裡面 原本擁有大量土地 等政府開發 等政府高價賣給他們 他們賺日價的那班人 那就食谷種 這些都是有成本的 而且香港沒有了選舉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買他們的賬 到時候這一班人 就要 surrender 他們的權力 和影響力出來 那就很嚴重 這個都是政治鬥爭的工具 現在凌漢豪還是說 看你怎樣去合理化 現在人工島一定要建 他說幾年前推算 2048年香港要需要多 四千六千多的空頸地 去支援住屋 經濟社會期望這些東西 如果你要多需要六千公里的地 所以就不做不行 就要為未來負責 但是問題就是 你還未計算 有新的變數 你都說幾年前 幾年前有沒有預計過 現在有移民潮 和出生率 你有沒有下調過 出生率有多少 你有沒有計算新的數 幾年前 我們身邊 即是去到我們這些年紀的人 很多都不打算生孩子 不打算留在這裏 即是走就走的了 即是要走的就走的了 移民潮 不走的留在這裏 都不想生孩子 對不起 你說大陸 現在你找到多少人才呢 我又不覺得你可以有能力填到 就算你現在你說有好受歡迎 有些人下來的時候 又想著拿來拿著數 但是現在我見到 你政府給的數據 是不足夠填到 現在流失了的移民潮 其實如果你看 甚至你說大陸裏沒有的人 可能是第三、四流 這一班人的經濟活力究竟有多強 其實都是一個懷疑來的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有看什麼 李老師不是李老師的Twitter的話 他都說那些潤出去的人 有能力 他寧願選西班牙、葡萄牙 都不選你香港 那些還有所謂黃金簽證 但是快就expire 快就沒有了 如果你說短期內要衝 就是衝那些 還可以移民到歐洲的國家 你香港這些 其實就真的是二、三流 那些有能力去研究潤學的那幫大陸佬 他們都說明 香港今時今日 是礦業大學的其中一員 同時香港也是一個礦場 所以他們接受不到 在那裏變礦 人礦 人礦礦場 意思就是 大陸那些已經是一個二個孔月幾 那你香港現在還好一點 香港起碼失業率低 就是你和大陸去比較的話 就是香港是需要人的 就算不是人才都好 起碼真的需要努力的 那你長期你現在保持3.5 那下到來的 怎樣都好過留在上面做孔月幾 而且香港是急需年青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市民年齡中位數 已經是非常接近東京 東京自己都在怕一件事 嚴重老化 東京去到48、49 香港都去到47 林超英在這裏 林超英其實過往 他講過很多東西都對的 他不止現在講明日大禹 之前他極力反對的第三跑 第三跑呢 在疫情上落成的 現在一直以來 其實都未發揮到公用 因為你現有的航班都未恢復 所以你第三跑呢 你都見不到公 第三跑 為什麼那時候 林超英會這麼反對呢 因為你要看 你經常說大灣區 你是區域性去分工 整個大灣區 整個廣東來講 珠海 廣州 他們都不斷擴建 如果你要自己 多起第三跑的話 為什麼不跟他們合作呢 空域搶佔是個問題 是的 空域搶佔 你現在就見到 你香港搞的大白象 哪一樣東西是賺到錢的 高鐵 三跑 廣州澳大橋 三樣東西都撲了街 林超英其實當年是引用很多數據 反對三跑 記住他是反對三跑 他不是反對機場建設 林超英的說法就是說 他說其實政府自己內部 他臨退休之前 他說政府自己本身都有內部討論 你機場一定要擴建 擴建是什麼 擴建停機坪 他說香港的停機坪 是跟香港的車位一模一樣 是嚴重不足 塞車塞機的原因只有一個 我找不到位怕 但是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是兩樣東西 起又照起 但是又跟我們講 又說多些區域的合作 李家超這個禮拜 他在早幾天開行政會議之前 在記者會上說 他說大灣區9加2各有優勢 與其香港要變成一個 跑得快 跑得遠 跳得高的隊伍 不如我們多些跟其他城市合作 不只是關顧我們自己的城市 我們要整個大灣區去看 令到整個大灣區都跑得高 跳得快又跳得遠 即是說 即是你現在 你是責優而發展 即是你是發展自己的優勢 你現在經常說 大灣區搞什麼呢 第一就是搞創科 第二就是搞金融 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你說起來 李家超是開發這些地方 本土研究社上個星期 他就出了一篇長文 由港官外訪分析 即是側面探視香港國際經貿空間 他在說一樣東西 就是以前 我是說有四任特首 董建華、曾蔭權、六八九、三條七 他們其實上任之後 第一時間訪問的地方 是英、美、澳、紐、德、法、英 這七個大家都認知是非常重要的國家 然後在香港裏面都是高調接見日韓領事 但是問題就是 李家超上任之後 這些傳統最堅實的貿易夥伴 是沒有見過他們的 然後他真的訪問什麼地方 沙特、阿拉伯、中東這些 本身交集不多的地方 然後還跟你說 他強調什麼大灣區 這些發展空間 但問題在香港人的貿易數字來講 其實英、美、日、韓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政府竟然跟他們沒有溝通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啊 但是現在什麼都是政治先 政治工程 政治極政績工程 政治比經濟重要 以前經常說 回歸之後香港的定位 最好不要講政治 講經濟 最重要是繁榮穩定 但現在不是 政治不講 他走數都算了 現在還要你愛國 為愛國而愛國 日日都在意氣之爭 在玩戰狼 日日都在 現在的政治表態 如何反駁美國佬 一個政府新聞 全不夠的 逐個不同的紀律部隊 一起去表態 是瘋狂的 各個不同的聲明 走出來 如果你看回現在的政府 政府新聞署裏面的 政府聲明 好像水泥隊一樣 是的 還有我們五六年前 政府的聲明 做個對比 你會見到多麼好笑 以前即使你說 六八九七七七當政 你多麼不喜歡 這兩個人都好 他下面的官 寫的東西 是實事求是 他們的重點 是放在哪裡 六八九七七七 跟日本大使 談完之後 就覺得應該要 再方便些 怎樣入口日本的零食 是討論這些事情 現在沒有了 現在 你只是講來講去 現在的議員 就是講一下 怎樣表忠 現在只是看西環 怎樣給他 KPI 看看中聯辦的面飾 不需要理人 好了 我們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講一下 今天 如果你說國際大事 我們就講一下TikTok TikTok的CEO 之前說過 不是 TikTok的CEO 應該叫做昨天 他去了眾議院 裏面 接受質詢 美國國會聽證會 接受質詢 月初的時候 事實上 他們國會 眾議院 外交關係委員會 一個委員會 通過了 針對TikTok的法案 但是 你通過一條法例 法案 也好 你說授權 拜登 如何針對 如何裁決 TikTok 其實你也要做些聽證 反映了一個開放社會 一個民主國家 他不是說 隨時可以 喊打喊殺 好像香港 說處置誰 就處置誰 也有一個 給你自辯的權利 當然 行政上 他們已經做了事 例如 兩個星期前 美國 授權拜登 意思是授權拜登 去處置 去制裁TikTok 但問題 例如英國 歐洲 他們都說明 政府人員出的手機 全部都不可以 再有TikTok出現 公務員就是 公務員 但現在是否推薦到 全國性都針對TikTok 拜登 在昨天的國會聽證之前 已經出了聲 他說 TikTok 你懂得做 要不就賣了他 最好就賣了他 他沒有說 如果你不賣了他會怎樣 但是 正正在拜登 做了一個恐嚇之後 周秀智 周秀智 這個CEO 這個CEO 周秀智 都算是挺帥 大家看看 他不僅僅 他不僅僅 他的樣子 至少是帥哥 過了 那些 戰狼外交 那些外交官 那些外交官 好樣子 趙立堅 那些毛寧 那些 而且他英文還很好 新加坡人 對 新加坡人 你看看他 1983年 今年四十歲 四十歲 還小過我兩年 應該跟你 小過你一年 大過你一年 問了五個小時 他都口舌便級 有備而來 這個人是 當然 國會的聽證會 他除了審這個TikTok之前 其實以前都審過 朱克伯格 Google 這些 偶爾都上去 國會聽證 尤其是Google 關於壟斷法的問題 以及Microsoft 其實他們都派完上去解釋 彪基自己都想去 比議員側過 但是 每次都沒有很下場 我意思是國會的議員 因為你去問那些 科技巨企 牽涉很多 複雜的技術問題 不是議員會答的 他們很容易卸了你 這次他講些什麼 現在周壽之 上去國會聽證之後 你看到一些黨媒 零一 這些 就很興奮 就說你 這次 周壽之 表現非常之好 冷靜接招 反而突顯了 現在的國會議員 問那些問題 很無稽地說 你看回他的 現在的片 他就很斬釘截鐵 跟你說 我們沒有受到中國操控 中國也沒有問我們拿資料 我們也不是受他們指使的 大概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將來 我們也準備 有一個 Texas Texas Initiative Texas Project 就是一個德州計劃 我們投資1.5億的美金 就會在美國裏面 搞數據中心 給你美國人管 然後搞火鍋 最好 現在你說 關注我們的 privacy 私隱不安全 被中國監管 他又可以強調 第一 我們 就有足誠意 你叫我們做的事 我們做 但問題是未做到的 在未做到之前 其實 你現在的數據 是不安全的 周秀芝很強調 一件事 就是拜登在去年3月 都說 在這個 基因安全保障的理由 就要求TikTok 就出售股份 確保美資有足夠的參與 周秀芝的說法 就是說 無論我的股權怎樣變動 你國會都是抓我來搞的 那就浪費氣了 這件事是令到 國會沒有辦法繼續討論下去的 嗯 有些國會議員 就問他 喂 你現在 你怎樣確保 我不相信你了 總之就 喂 你中國有條法例 就是說 如果 大陸的安全機構 國安 他要你配合國安的調查 要你交資料 你是不可以不配合的 周秀芝的反應很快 我是新加坡人 是的 這句說話 好像很有型 一句 就KO了你 但是我可以照顧下去 你後面 你是新加坡人 創辦人呢 嗯 創辦人是誰 喂 抖音 抖音的創辦人 抖音的創辦人 是中國人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你under那間公司 騰訊 你是CEO 你是CEO 誰是主席 是吧 就是 張一鳴 張一鳴就是中國人 是吧 張一鳴都讚你 哇 你臨危不亂 對公司和業務 非常有了解 也有做足準備 張一鳴是中國人 我現在不是問你 你後面那間公司 就是中國公司 你就是基於北京的 周秀之 他本身都是由CFO 管錢 慢慢變成CEO 他是聰明人 第一 他是新加坡人 第二 他在英美都留學 英國留學 在美國 讀過哈佛 甚至乎 他有說我老婆在這裏認識 在美國認識的 然後他深受美國教育 你看到他在國會裏面的表現 是非常之好的 反應得非常之快 但是他一個人 不足以 去扭轉大家 對TikTok的質疑 因為TikTok的質疑 本身都醞釀了很久 是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一個問題 大哥 我沒有裝TikTok 我純粹是不看東西 誰知你 無端端已經幫 接觸了我裏面的個人資料 然後幫我砌好我的帳戶 那時候BuzzFeed 我們之前提過 他們有記者 就是得到內部的人 去爆料 即是這個TikTok 在英國美國公司 內部的technician爆料 就是北京那邊 可以接觸到數據 有暗門 第一 就是有暗門 第二 它的JavaScript 其實它有能力 就是Screen Cap 不只是Screen Cap 直接是錄到 看到 你現在用戶 它怎樣用的手機 嗯 它在你不用的情況下 不用TikTok的情況下 都知道你手機在做什麼 按什麼按鈕 這個就是涉聽風雲 其實你不應該只給國會議員 就問一些政治問題 政治和道德問題 道德問題 即是教壞小孩 你們浪費舊氣 這個就是 教壞小孩 其實每個社交媒體都會有的 YouTube IG都有不少 那些挑戰 所以你今天國會 就問你 為什麼教壞小孩 這些什麼 然後就問周壽知 你有沒有給你女兒用 對不起 我不會給我女兒用 不會給我女兒用 那你又給別人的女兒用 喔 接著他回答問題 又是令你啞口無疑 因為我是新加坡人 首先在新加坡版的TikTok 我的女兒還未夠清 如果我的女兒 在美國裏面 那我就會給她用TikTok 那是不是表現得你很傻 現在那些議員 即是你不了解各個地方的法律 而事實上 你問那些國會議員 一天要處理這麼多事情 他們又真的認識不完 那有一個叫Richard Hudson 的一個眾議員 就是來自北卡羅連立州 他就說TikTok 可不可以訪問到家庭的WiFi網絡 接著周壽知 他就拒絕了 只有在用戶接入WiFi網絡的情況下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明白你說什麼 就是說 你會不會 你用TikTok的話 會 回頭 你在家裡用TikTok 就用你在家裡用的WiFi網絡 來接觸到其他通訊的用具 即是電腦 即是來拒絕你的電腦 其實有這樣說 我們見到美國國會 越問越離題 現在大家集中針對的一件事 TikTok這件事 其實就是一個外地版的抖音 它是有機會 你全美國所有的人在使用 或者不是使用 下載它下來之後 他的所有個人資料 是會傳送到中國大陸 其實是資料 最重要是資料 個人用的資料 居心叵測的共產黨用到 這是一個問題 是啊 然後有些人問他 現在拜登叫他賣 他說要有美資的參與 要出售股份 那些什麼 你會不會遵從財政部的建議 去賣股份 周秀芝就說 我不認為這跟Ownership有關 這個呢 坦白說 你們美國人的公司 即是Facebook 以及Cambridge Analytica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記錄 他這樣說 跟著 也有議員在說 你沒有調查紀錄 沒有關係 現在的問題就是 還是那一句 如果你再深入一點 不要說什麼 我也是看Warship Journal 大陸 你這些議員 你問多一句 行不行 你現在 大陸 現在是坐在board 裡面 有一個拿著黃金股 而坐你board的人 那個是中國的監管機構 他會參與你公司的決策 就算是低度決策 都是起到關鍵作用 你是新加坡人 我不跟你爭 但你是中國 你沒有公司 在北京 有一個人 是這個監管機構的人 你又有黨委在 我怎會放心得下你 他坐在那裡 他不是建議你做任何事情 他就是禁止你某些事情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有影響 不讓你做一些事情 有否決權 已經令到你公司 其實是 是不是變了外國代理人 你問心一點點 可以嗎 接著有一個人還傻 他又說 你TikTok是否受中國共產黨控制 是否跟中共有關 是否聽命於中共 這些事情 你不可以直接問人 你問人 麻煩你多有些技巧 狀況是等於 你問的士人 你有沒有報稅 是的 你真是白癡 人家當然說沒有 然後 你不用騙我了 現在中國 中國有一個法論 有一個眾議院 Dank Kunsheng 他就說 中國公民必須配合中國情報部門的要求 一旦受到要求 他們一定要幫忙協助調查 包括你 這樣就說是新加坡人 是吧 但我都說 不是說是新不新加坡人 你後面的官司 你的創辦人 其實共產黨 前幾年 你不要說TikTok 他甚至是說 航空公司都很聰明 總之 我管理 我就要擁有 最終的管理 但是我請的管理層 全部都是西方人 或者新加坡人 大家熟知 歐美遊戲的玩法 平時 你們就用這些方法玩 但到時候 我有些任務 拍個肩膀 叫你幫忙做一下 又不是犯法的 但是 這些是極端政治敏感的事情 例如我想你幫我找幾個退休的空軍機師 就幫我 中國大陸某些的航空公司 去訓練駕駛員 你可不可以幫忙做 之前是有這樣的新聞的 TikTok其實都有這樣的隱憂 一個不幸的是 你TikTok幫忙請幾個Hacker回來 就Hack我的TikTok 我要知道美軍裏面的Hack人技術 下一部可以是有這樣的事情 但問題是你想不到 你說這次你給周壽之表演 都算是讓他這樣表演 又好像很成功 但是這些 大哥 真是好心 你搞這些聽證會 麻煩你做好些功課 真的 你這樣等於讓他個人表演 但問題是 你現在因為中美關係不好 中美關係不好 即使現在你中共 即使不是美國老套對 你中共自己都做了很多事情 是冷戰行為 包括你用民企 怎樣拘捕美國的情報 間諜氣球 然後你現在 你TikTok其實不止你做了算法 即是Donald Trump之前說過 為何你會有些人 你怎會在選舉期間 會有這麼多片 在說我的壞話 你現在 杜魯多都說過 為何加拿大的大選 TikTok是可以影響到 那些人的投票意向 是啊 因為美國那個TikTok的滲透率 實在太高 1.5億人 美國的人口多少 3億左右 一半 一半的美國人 因為TikTok真的比YouTube好玩 一開波 他和他玩的那些超級粉絲 分成就好像是多於YouTube 所以那些人就選擇了 即是負金 是的 即是養到很多網紅出來 所以就 還有你用的時間少 即是你不用長篇大論 好像聽我們節目那樣 你做一段片 大約30秒左右 我見TikTok裏面 很多那些片 他順便上傳來YouTube 很多是介紹地理 那些片 我都覺得幾好 30秒 我已經知道很多 是的 30秒而已 這些就是見血風喉的 這些社交媒體 就是這樣 現在的潮流就是這樣 年輕人其實沒有什麼耐性 你叫他多看一分鐘 已經很困難 你一整條片 你真的不能太長 你叫那些年輕人 你叫他看字是極端辛苦 看一段長的片 其實他都是喊舊命的人 人的耐性 是因為大家接觸社交媒體 接觸的資訊 太多太快太爆炸 基本上他們一定要短小精幹 嗯 嗯嗯嗯 剛剛還有另一件事 再說一下 嗯 這個都重要 這個都重要 之前 你不是說 就是傳出來 就 外媒傳出來 是不是彭博 就是針對那些逼科 以前說 不要再用逼科 上個星期才說 又想重罰得勤 是啊 又想重罰得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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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又搞外媒 這次又拘捕人 不是 這個不是外媒 外資公司 不是外資 這次是拘捕外資 這個 現在受害者 這間公司 就叫 Mins Group 即是叫什麼 美斯明治 美斯明治集團 他又向老頭寫證實了 他有五名員工被拘留 下落不明 現在他的業務 不是拉人這麼簡單 不是拉他叫雞 不是拉他去搞賭檔 不是拉他去黃賭毒 這些事情 沒有給理由 總之現在 拉完他沒有理由 但之餘 他現在在大陸的業務 已經停止了 即是解釋 美斯明治的公司 是做什麼 做Dual Diligence 進職調查 進職調查 是 調查 例如你這間廠 究竟有沒有出足 有沒有拖糧 有沒有拖糧 有沒有買血鑽 有沒有在華格納 那裏 拿到那些稀土回來賣 同時 就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檢查別人的 CV 即是檢查別人的 CV 我以前做過那些 你把 CV 扔出來 你說你在匯豐做過 你說你在高敏那裏做過 你說你在高敏那裏做過 你說你在City那裏畢業 我就是打去高敏 我打去匯豐 我打去City那裏檢查 究竟 班人認識 有沒有你的 record 那些事情 即是做盡職調查 第三方認證 對 第三方認證 這些事情 其實 現在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員工 在這裏 但是五名員工拘留 其實是很嚴重的 其實是 他現在的美斯明智公司 他的聲明就說 當武之急 是考慮我們中國同事的安全為健康 我們已經請了律師 大陸的律師 是不是官派 你不知道的了 算了 應該不是官派的 就是為他們的員工和家人提供支持 他現在 就強調 我公司是很合法合規的 我們有了法定的許可 以透明和遵守當地法律的方式運作 但是沒有收到任何關於針對公司的案件的正式法律通知 你有沒有起訴書 沒有 現在只是拘捕完工 拘捕完工之後 等你震一輪 害怕一輪 然後 就自己 苦心自問 現在就在這裏 看看你自己 緊張 這些 就很有綁匪 這些綁匪 怎樣去控制那些 那些 家屬 那些家屬 那些心戰 你不見了人 那你要怎樣 先報警 你先失蹤人口 然後你真的來找 現在就等你害怕 害怕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找人監察你 又是呀 害怕了 然後馬上找人 斬手指 然後送給他 他就什麼都肯制了 他說 現在不知道被捕的僱員 扣留在哪裡 你又得不到 那些公安通知 你請律師都沒有用的 其實是 你都沒有收到起訴書 又沒有公安通知你 那些律師都不知道怎樣找你 那些律師怎麼幫你 其實是 你應該報公安 我們一些人失蹤了 那些公安 當然 他們都是公安抓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我們願意和中國合作 我們願意和當局合作 解決問題 就是 盡可能 解決這些事情 有什麼不解 這件事 很恐怖 其實是 你之前 為什麼要針對 彭博 就說 為什麼要停用 這些四大 為什麼要停用 壁科 我跟你說過 國安問題嘛 那些數據不可以外洩 即是 數據安全 即是 你不可以給 國家敏感的經濟數據外洩 即是 現在這些事情 不見得人 即是 跟人口數據一樣 不見得人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第一 你經濟太差了 我真的講真話的時候 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原本有一個希望 就是 你開始放一些 做盡職調查 尤其是做一些 Rating Agency Stand and Poor 那時候就是放進去 那時候 我們曾幾何時 都有一個良好的願望 你放這些 平急機構進去 好事來 你不開放就不行 倒逼開放改革 沒有選擇 但你現在不是 你放進去之後 你會搞人 這個就是 大門開 小門不開 小門不開 小門 小門變成了 食人花 那樣 食人花 那些牙 可能會剿碎 你 在那裡罵你 其實 你說這件事 一早匯豐都領教過 記不記得 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 匯豐最早進去 然後他是幫忙做 還有BS都試過 被人拘捕 是啊 他去做那些什麼 PMI採購指數 之後 共產黨就直接打電話 叫他不要做 然後交給財神網做 一模一樣的 狀況是 如果你是一個 不要說說真話 嘗試在你接受範圍裡面 透露一些真相 今時今日都是一個不可接受的情況 是啊 所以現在你說 在大陸開公司 跟自殺沒有分別 就是玩什麼 別人都鼓勵你開公司 但你不可以調查大陸的任何一個數 開公司 請人 然後投資 這個是無憾歡迎 但是你開公司 你起底 倒米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了 因為你現在都說 你在大陸開公司 如果你說跟大 就是你做小生意 你又不靠 但是做大生意 多數又跟官有關 就是跟國企 跟央媒 那些大公司有關 你要跟很多 一些部門打交道 你等於跟國家打交道 你沒有真正的民企 以前說 你今時今日出了事的稅訊 高敏 那些以前 他在大陸開公司 第一時間做什麼 請官二代 請副二代 就是第一 官二代 是問你老爸摸清門路 然後他才可以做投資 副二代 當然是叫他老爸幫忙投資 今時今日中國大陸墨水 那這班人反過來 就會威脅你的公司 是啊 那你現在 你可以來搞這些公司 但是你要配合 合作 不要得罪 記得利益 但是你做這些 Rating Agency 做Deal Diligence 核數師 做茶數 做Deal Diligence 這是最危險的 大家在填檢查 填檢查 但今時今日 大陸還給不給這張 等如我們以前 年輕人的時候 回廠做QC 一是喝敬酒 一是喝佛酒 一是喝佛酒 通常都是喝敬酒 佛酒又沒有的 如果你說是看廠 你上來QC 你驗貨 不要說那麼多 跟我去喝酒 先去溝露 先去 下場叫雞 先去看貨 今晚飲飽食 那些是你十年前做的事 十年前 但是小弟三四年前做的事 現在不流行這隻 沒有這件事 不吃的一套 事前大家已經整理了牆 然後客人帶了第三方過來 大家的文件是說清楚 說清楚 說清楚 總之 起碼在客人面前 一定要帶他們看機器 最好是驗廁 然後檢查涼單 這樣 現在大陸經濟不好 現在是很難搞的 現在是 你沒有辦法 所以長遠來說 就是玩死自己的營商環境 你在大陸 你不感覺安全 外資不感覺安全 那怎麼辦 你又踩了腳進去 你就不會加大投資規模 你就陰乾自己 自我陰乾 那些單位會越來越少 但是它又養著人 廠就不會養的 多數是外資 就是做行業 就是由驗貨 就是來查廠 最多是做這些 查廠都外判的 驗貨才是自己人 驗貨自己 自己有 自己去看貨 或者老闆自己親自看 這樣吧 鬼佬去看 但是鬼佬現在都寧願去越南看 都信不過這些大陸佬 講得明白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禮拜一回來再見 OK 拜拜 拜拜 你寫 我真的差不多了 我要走了 好 什麼事 那裡是R 等一下 我先寫完 那個是什麼 兩樣東西而已 兩樣而已 三樣 三樣 TikTok 林超英 然後就是TikTok 然後就是 明師集團 唉 唉 一等下 還沒斷的 我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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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